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样的训练其实有必要 但是问题是过去 没有再做这样的训练 那现在为了 一定是为了比肩委层级高很多的人 那可能 特庭中心觉得有这样的必要 所以才会由副指挥官下令 说要做这样的一个训练 然后由训练组长来负责执行 这样的训练 可是又找不到那么多的 这个训练是可以的 但是它必须有一定的 像这里讲的 要一定的心理素质跟射击技巧 而且要一定的安全的装备 例如要防弹衣 或者用火药的量比较少的塑胶子弹 或者用空包弹 那么或者戴上防弹的头盔等等 那么才可以做 可是问题是 要表功啊 有很大的人要来视察 要表功啊 那要表功的话 那这时候就做这样的一个胆次训练 然后把两公尺 然后慢慢的往里缩 缩到只有一公尺多 最小的话 那我说过 这种训练是有必要的 因为现在确实 什么时候会有一些恐怖分子 或者像郑杰这样的 毒狼型的恐怖分子 不知道啊 所以这样的一种训练有必要 但是用这么炒散的方式 而且动机不传 你的动机只不过是 为了要让视察的人高兴 然后为了妖丑 所以你来做这样的一种训练 到最后发生问题以后 本来还准备 还没有曝光的时候 本来还准备说 找就让那一个受伤的 要瘫痪的 那个教官来扛所得责任 现在发现 媒体报导出来的报这么大 只包不住火了 所以现在变成是 要有比较高的层级的 来负起这个责任 那国安局当然知道 谁该负这个责任 不过就老师要问 您刚才讲不是监委 监委来不需要这个阵仗 是这个意思吗 他们不会把监委 看得这么重 那什么人来才要 这种阵仗呢 那特性重心在保护谁吗 总统 所以他们就是为了讨好 总统副总统 所以我觉得总统 应该正视这个问题 这个报导提到说 主观为求表演逼真 然后那个场面 说那个动作太流于形式了 你应该在监委来看 那种不一样的感觉 那个主观是谁 国安局你有必要应该说清楚 我刚刚邱雅老师 你说是副指挥官 副指挥官 副指挥官那就是许昌啦 许昌 对 宪兵出身的许昌 是 国安局长李翔咒 宪兵出身的许昌 两个都待过宪兵 然后都是从陆军 军中战方面过去的 但李翔咒我的了解是 他到了国安局之后 他比较重视的是在于 情报的收集延期 跟宛军的训练 特勤中心训练的一般都是许昌在弄 但是呢 是不是许昌直接下令 国安局真的可以好好去查一查 因为你如果把责任归咎于 受克教官郭耿宏的话 我会觉得那简直被淡之罪 因为国安局这种席会 他们讲这种涉及的训练模式叫做席会 练习的席会不会的会 这种席会呢 他们以往就像是军方的训练流露 早就排定好 你在什么长官来 或是平常你的组合训练 然后什么模式 你就是排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以往他们在总统大选 要维护特勤警卫对象的话 他们通常是六七个人 八到十个人一组 把警卫对象包在中间 那些国安局的特勤中心的人 他是平时来自各单位的 他们组合起来之后 他的对象是不会对着人 是对着那个先进的训练 靶场里面 他们那个模拟中心里面 他们会对着他们那个 对的目标也不会对人 而且一定会穿防弹衣 或者防弹背心 那像这种如果你更改 他的这样的历史科目的话 那国安局就要负这个责了 而且这个他们讲说 以前在08年以前 在发生夏天英九枪齐事件之后 国安局在这个陈水扁总统 他们前总统时代 他就想说 曾经是为了当时 加强他们的安全的反应能力 找那个美国的黑水公司 美国的黑水公司去训练他们 可是美国的密集局后来 在跟黑水公司 这样子一个互动训练之后 美国政府也认为是违法 有下令黑水公司不可以这样 后来国安局这个部分就中断了 结果你现在还因为监委要去 采访他 我觉得国安局很糟糕 然后对象本来就可能 在人潮密集的情况下 你如果完全没有训练的话 你依然不可能 不可能